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最近开通了 域名是3w.财经能演的全拼.com 你们可以收听能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现在是特价时间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订阅 好久没有和大家聊外汇管制的话题了 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话题 最近主要有两条爆炸性的消息 在后面你也和大家会详细的聊到 聊完这个之后 我们将根据大家一直以来都在提的建议 来聊一下如何避免外汇的监管 转移资产到海外进行投资 今天我在国内招商银行的网站上 看到了一条关于外汇的爆炸性的消息 可以说 我把这条消息的截图 发到国内的自媒体上 引起了大家的疯传 然后我又把这个新闻发到推特上 转发率也是非常高 几个小时就超过了200多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转载 那么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消息呢 为何会引起大家这样的关注 好我们先看这条消息 它的消息是招商银行发出来的 内容是 因系统改造升级 我行将对网上银行的境外汇款计划 做如下调整 第一 2019年12月2日起 不再接受新的汇款计划指令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2019年12月30日起 关闭汇款计划服务 所有未执行的指令将会失效 恢复时间 说实话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是很震惊 因为招行作为国内 第前六名的大商业银行 在国内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经营策略和它的经营理念 历来都是非常超前 比较市场化和国际化的 那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招行突然关闭了境外汇款业务 这产生的影响之大 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对大家的移民留学海外旅游购物 等需要购汇 然后跨境汇款的行为会非常不便 而且还会引起大家的恐慌 大家可能都在猜测 会不会连5万美元的用汇额度 都要取消了呢 所以看到消息之后 我就专门的到招行网站上 去查了一下资料 去找一下消息 就像很多网友留言时所说的 就是说在招行的官网上 没有这条消息 那么这就很奇怪了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公告的截图 也没有任何PS的痕迹 那么这个公告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有的网友就说 跨境汇款和境外汇款计划 是两个意思 跨境汇款计划是指定期的 自动的跨境汇款 两者不是一回事 这个说法显然就比较牵强了 按照常规的理解 两者就是一个意思 没有其他的理解 有网友亲自到招行的网站上 去购汇 然后汇款 他说汇了之后发现可以成功 但是招行的通告说的是 从12月2日起就开始 那么现在你能汇款成功 不代表什么 对不对 幸亏了 网络它是有记忆功能的 有网友就通过百度搜索 或者是谷歌搜索 确实查到了招行发的公告 而且有公告的链接在 他的网站上的文字描述也有 就是说搜索引擎 那个首页上的文字描述也能看得到 但是呢 你点开之后啊 官网上就找不到了 内容被删除了 可能是在发出后不久啊 招行就把这个消息给删掉了 那么事情的诡异之处啊 就在这里 作为国内啊 比较大的银行 招行取消跨境汇款的消息出来了 肯定会在招行管理层里面通过之后 才发出来的 对不对 他的管理层不通过 他不会把这样一个大的公告 发到官方网站上去 那么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个政策呢 也可能是得到了银监会的许可 否则呢 不可能招行啊 在国内首开一个 这样影响巨大的先例出来 对不对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那既然发出来了 为什么又要删 还被大家都截图来讨论 可能只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公告发出来后影响太激烈 导致临时又把它撤回去了 就删掉了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发出来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 看大家对这个禁止换汇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管是哪种情况呢 我觉得啊 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啊 说明国家已经在考虑取消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了 招行现在是删除了 但是会不会啊 在接下来的时间再次正式出台这个消息呢 其他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境内的外资银行 中小商业银行是否会像招行一样来跟进呢 中国人蚂蚁搬家外汇时代啊 是否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都是一个个令人非常不安的疑团和问号啊 如果联想到前段时间公布出来的 中国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资不抵债的报道 那么再联想到中国商业银行在今年呢 都是高息难处外汇 以超高的利率啊 来吸引手持外汇的民众去购买外币的理财产品 把招行今天发出来又撤回去的公告 和这两件事如果联系起来 那么从这些蛛丝马迹啊 都可以看出 中国商业银行手头的外汇啊 是异常的紧张啊 是经不起大家挤兑的 如果不加监控 那么迟早要换个底朝天 在这种情况下 出台外汇的监管措施啊 就确实是非常可能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南野认为啊 向境外汇款和转移资产的最后一道门缝啊 可能已即将关闭了 那么一旦关闭了外汇出海的闸门呢 汹涌澎湃的近20年的中国人的移民潮 出国旅游和留学潮呢 已将告一段落 未来呢 将进入一个骗子不得出海的时代 当然这个指数的是美元率值哦 说完招行的禁止境外汇款事件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 关于跨境转移资产的事件 那么刘强东啊 一直是这两年财经界关注的话题人物啊 昨天呢 刘强东就又出事了 那么这次出事了 不是他的桃色新闻 而是他名下的支付公司 叫网银在线 网银在线呢 因违反规定呢 将境内外汇转移到境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汇管理条例第39条的规定呢 国家外汇管理局呢 北京外汇管理部 他处罚网银在线2943.26万元人民币 可以说 网银在线是收到了史上最大的罚单 于是呢 刘强东啊 要跑路的消息啊 就在中国自媒体上热传了 中国外汇管理条例啊 第39条规定显示啊 有违反规定 将境内外资产 转移到境外 或者以欺骗的手段 将境内的资本 转移境外等逃汇行为 处逃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呢 处逃汇金额30%以上 等值以下的罚款 那么构成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 于是啊 有网民就根据这个罚款的金额 就是2900多万 可以算出 他这一次逃汇的总金额 大概是一个亿人民币左右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网银在线的背景啊 网银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呢 是京东集团前资的子公司 自2003年成立呢 现在员工有1200多人了 这个规模也不小 公司在2011年5月3日呢 首批荣获央行支付业务许可证 2014年呢 就获得了国家外管局颁发的跨境支付牌照 业务覆盖道像酒店机票 留学汇款以及货物进出口贸易接受会 与各付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互联网金融支付解决方案 所以刘强东旗下的公司被罚之后呢 国内很多的自媒体啊 就将这件事和11月7日 刘强东请辞全国政协委员的事啊 这两件事就联系起来了 认为这是刘强东要刨路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一个亿的人民币 是不是刘强东自己作假撤退的资金呢 能言了倒觉得未必 首先呢 刘强东的身家呀 大概在300多亿人民币左右 那么这么巨量的财富啊 通过这种网银在线来转移 可以说风险是非常的大 暴露出来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一抓可能说一个准 通过网银在线这种渠道来刨路啊 只刨一个亿的资金 可以说是九流一毛 杯水车薪啊 这个风险太大 而且容易被抓住把柄 可能刘强东不会用这种办法来出逃 再次了 刘强东的海外信托基金呢 已经开始运转 而且京东是海外上市公司 可以抛售京东的股票套现 也没有必要通过这种 小打小闹的渠道啊 去转移资金 这么招人眼目 而且容易打草金蛇 对不对 所以能眼认为啊 最可能的还是啊 因为网银在线 它设计的众多业务当中呢 有大量的用户呢 利用网银在线的漏洞 进行海外资产的转移 比如利用酒店和机票套现的额度呢 可能就比较小一点 但是利用留学和货物进出口贸易啊 就有很大的套利的空间 那么现在海外有很多留学生 甚至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家里面就有留学生 可以利用他人留学的名义啊来进行购汇 跨境汇款 更大的就是进出口贸易啊 就是塑造虚假的进出口贸易票据 通过网银在线呢 将国内的资金换成外汇合法汇出去 最近零一呢 就听说有朋友在做这方面的业务啊 收费大概是五个点 确实这个收费还是挺高的 但是呢 既然有人在做 说明了就有市场有需求 网银在线的一个亿的违规资金呢 极可能就是这样出来的 前两年呢 打击大规模公司海外并购转移资产 打击钱庄 打击个人境外资产配置 那么这些都算是体量比较大的资本出逃 那么本次网银在线被罚了 可能呢 拉开了中国清查跨境支付系统漏洞的序幕啊 像微信和支付宝的跨境结算呢 可能是下一步打击和清查的目标 说到支付宝的跨境结算呢 前两年支付宝在美国东南亚等国家的跨境呢 就非常的火爆 比如美国的一些华人超市啊 是可以直接用支付宝来付款的 而且美国的一些购物网站上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 但是呢 今年以来啊 明显感觉到延了很多 很多支付宝的付款功能呢 都开始取消了 能演的会员网站呢 最开始设计的就是由支付宝付款功能 但是后来发现呢 美国的结算巨头啊 Strip将支付宝列入了不可信的合作者名单 因为网站上的支付宝会员费的功能呢 所以只能取消了 但是啊 在此之前 Strip和支付宝是合作了好多年 所以这一次临时取消了 会不会是风向有新的变化 这个都说不准啊 但是银联现在还保留着付款通道 可能下一步啊 也在取消之列 说明呢 国家已经开始对小额的资金出境外汇进行严格的管制了 以前是管大资金 那么现在开始管小资金 就算是海淘购物 可以说也不例外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外汇紧张的程度 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而连续多个月的结售会的利差啊 也在加剧外汇紧缺的严重程度 外汇是中国进口能源 矿石 芯片 粮食 等战略物资的根本啊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那么政府啊 是绝对不会允许草民用掉这么多珍贵的战略资源的 所以限制民众的购汇啊 是必然的趋势啊 大家要抓紧 其实啊 自从2016年 2017年开始啊 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啊 就不断的收紧 特别是居民购汇和跨境汇管上 基本上是越来越严 因为在2015年到2016年 一年多的时间内啊 中国外汇储备啊 就从近4万亿美元的数量暴跌啊 到了3万亿美元 万亿美元的资金大逃利啊 可以说是震惊了海内外啊 中国政府的高层呢 已开始紧急的外汇维稳 一方面呢 打击向万达海航等企业呢 借虚假投资向境外转移资本的通道 一方面呢 对居民购汇和境外资产配置啊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打击 像2016年12月31日啊 中国外汇管理局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外汇管理的通知 以及外管局啊 新闻发言人 他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解释他这样一个新的政策 可以说在市场上引发了外汇管制的巨大的恐慌 也拉开了中国外汇严格监管的序幕 虽然他们反复的强调表明啊 购汇5万美元的便利化的额度呢 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说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 每个人还是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 但是呢 对居民的用汇范围啊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那么除规定的渠道之外呢 居民个人购汇啊 只限用于经常项目下的对外支付 包括因私旅游 境外留学 公务及商务出国 探亲 境外就医 货物贸易 还有购买非投资类的保险 以及咨询服 那么这些项目的开支啊 是允许你购汇去支付的 这是合理合法的 同时呢 他也规定了六大的违规行为 那么这个大家要重点的记一下 在这里 我就跟大家详细的把这六项行为来说一遍 大家在购汇 汇款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不要踩地雷 第一 是不得虚假申报 个人购汇信息 第二 不得提供不实的证明材料 第三 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的额度 协助他人购汇 第四 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的额度 实时分拆购汇 第五 不得用于境外买房 证券投资 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的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第六 不得参与洗钱 逃税 地下钱庄交易等违法违规的活动 那么这个措施出台啊 完全可以说是重磅的炸弹了 将外汇管制的问题啊 推到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连也在那个时候啊 就写过好几篇比较爆宽的文章啊 专门分析了这些措施的目的和动机 我想啊 但凡是在海外有资产的人呢 或者是移民海外的人 基本上都会踩到这六类违规的红线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向境外汇款呢 都是借亲戚朋友的额度 对不对 因为自己家人呢 每个人五万的额度可能都已经用完了 不够用了 临眼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再比如了 很多人出来的资金呢 都是用于购买海外的房产 还有股票 分红保险 但是购汇的时候呢 大家并不是如实这么写的 大家都是写的 出来境外旅游 以这样的名义来申请购汇 所以像这些都是违规的 但是呢 你如果如实的申报 这些钱 你肯定是换不到 也出不来 所以啊 我觉得啊 如果资金体量不大 借用亲戚朋友的购汇额度呢 以个人旅游的名义购汇 然后呢 汇到自己海外的账户上 是目前最容易 最普遍的外汇出海办法 那么没有之一 这也是很多朋友啊 在听我节目之后 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啊 汇款一次啊 不要太多 四万美元左右 比较合适 而且汇款的次数啊 不要太频繁 最好是间隔两周以上 一个海外的收款账户呢 对应的汇款人呢 最好不要超过五个 因为操作不胜呢 可能就会被重点的盯上 你的账户就会出现麻烦 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这些都是根据经验进行的总结 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刚才说的 2016年外汇精灌的情况 那么2017年7月1日 中国的央行啊 就正式公布了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 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管理办法 并开始实施了 普通中国公民呢 在购汇时继续承受 每年每人购汇额度 不超过等额五万美元的限制 而在向海外汇款的时候呢 如果超过等额的一万美元的金额呀 将作为大额交易要上报的 这是2017年7月1日以后啊 开始的新规定 以前你汇款一万美元 是没人管理 没人登记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之后呢 都算是大额的交易 要登记 以上虽然只是一个登记呀 并没有增加你的购汇 和跨境汇款的门槛 虽然呢 只是对你的跨境汇款 做一个简单的登记 但是给汇款人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如果是正当用途啊 还好说 如果是不符合规定的不正当用途了 别人登记了 会不会面临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大家自己想想 是非常有可能的 2018年6月呢 央行啊 正式就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 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 有关要求的通知 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啊 包括像微信支付 支付宝在内的非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啊 出现个人交易金额达到5万人民币以上 转账金额达到20万人民币以上的情况的时候呢 第三方支付机构啊 就会在后台进行监控 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识别了 这种交易是否属于可疑的交易 如交易正常 那么就不会上报 但是啊 如果交易存在了问题 就会立刻的上报 2019年2月呢 中国最高法和最高建呢 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 他除了更加严格的对外汇进行管制 强烈打击非法换汇的途径外呢 主要是打击地下钱庄的非法换汇 我以上说的都是这三年来啊 国家对外汇的各种限制 在这里呢 和大家梳理一下 让大家对外汇管制的政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 提醒下大家在跨境汇款和转移资产的时候啊 尽量少踩地雷 这两年呢 和国内外的很多朋友啊 都有过交流 大家的明显感觉就是 钱出来是越来越难 有的城市呢 像跨境汇款一万美元了 都需要你提供签证 机票或者海外留学的证明材料等等 否则呢 你根本就换不到汇 也汇不出来 而有些城市呢 就不需要这些资料 暂时呢 还可以汇款五万美元 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啊 所以他这个政策不是一刀切的 而有些城市的商业银行呢 基本上都没有提取外汇线钞的业务了 更多的就是说 没有足够的线钞给你 这是他的理由 而有的就算有线钞给你了 他预约排队的时间也会非常之长 而且不停的推辞 那么别说给你一万美元 有的能给你三千两千美元就不错了 所以总体来说啊 不管是提现还是跨境汇款 都是越来越难 有的银行呢 甚至是你自己银行账户上的线钞啊 你要提现 那么银行也说没有 你实在要提 他只能给你人民币 这个视频呢 以前能引引给大家看过 确实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反正呢 外汇取现和跨境汇款呢 是越来越困难 门槛呢 也是越来越高 很多人呢 就通过地下钱庄的资金池对销 或者利用海外的空壳公司啊 进行收款等操作 但是这样的风险确实也比较大呀 因为你的资金就像到了海外 面临着来路不振的危险 随时可能被查封 对不对 随着中美关系啊 全方位的恶化呀 贸易战不断升级 中国的外汇流出的压力啊 必然是越来越大 外汇管制呢 也必将不断的升级 那么不管是本次招行试探性发出的 禁止跨境汇款的公告 还是刘强东的网银在线呢 被罚款近三千万元 都说明了外汇管制的口子在越收越紧 目前呢 这最后还存留的一道门缝啊 也许要不了多久啊 就要关闭了 大家资产还在国内没有出来的 有计划移民留学的 有计划配置境外资产的 都要抓紧时间了 争取啊 在关门之前出来 剩下的时间了 确实不多了 很多朋友一直在问人眼了 关于境外资产配置的话题 那么在资产配置之前呢 大家必须需要有一个海外的银行账户 你的钱呢 必须要有一个海外的落脚点 这点至关重要 只有你的海外银行账户有钱呢 你才能投资海外众多的理财基金产品 当前呢 境外开户最常见的国家和地区啊 基本上是在香港 新加坡 美国等地方 前几年呢 香港开户啊 只需要带港澳通行证 和带有你名字的水电费的账单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是越收越近 除了要通行证 和带地址的信用卡账单 或者房产证外呢 还要问你很多问题 设置一些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 像渣打 汇丰 就要你购买理财产品 像花旗 渣打呀 就需要存100万港币以上的存款在里面 你才能开户 最近呢 因为香港动荡啊 有个朋友就将自己花旗银行里面的大额资金呢 都转移到了新加坡 后来啊 花旗就威胁要取消他的银行账户 除非呢 他购买经济价值很低的储蓄型的保险 他又不愿意买 所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香港开户 或者是保留账户的难度啊 是越来越大 我在八年之前呢 就在香港开过户 那时候程序啊 是非常简单 外资银行的开户门槛呢 也是很低的 开户的人多了 中国政府也在限中民众到海外开户 所以现在开户越来越难 去年呢 几个朋友去开户 好几个人呢 都是一次都开不成功的 有一个是第三次去才开户成功 还有的是在熟人的引进之下了 找一个偏僻地方的银行 才完成开户 香港银行 特别是很多中资银行和港资银行啊 很多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 对资产转移啊 进行了很严格的管控 所以开户越来越谨慎 不排除以后啊 关闭这条渠道的可能性 其中呢 香港中资银行和汇丰银行 等这些银行 那一眼呢 不建议大家去开户 因为他们和中共的关系啊 比较密切 颜色也是越来越红 关键时期啊 账户的风险在上升 这两年 听过很多朋友资金啊 被冻结 或者被销户的事情 有的是因为几个月 里面的资金 它没有进出 没有移动 有的甚至啊 就给出很牵强的理由 来注销你的账户 而这些事呢 基本都发生在这些中资银行 目前呢 像渣打 花旗等外籍银行呢 短期来看 还是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啊 长期来看 香港银行的账户安全度啊 都在下降 前两年 能眼就开始不太建议 大家到香港开户了 因为香港越来越不安全 不管是因为中共 对香港金融的管控 和渗透越来越严重 还是因为这几年 战中雨伞运动 及反送中运动啊 香港的自由度 可以说都在中国的 侵蚀下 逐渐的下降 现在也影响到了 金融体系 现在资本呢 都在逃离香港 那么以后香港 也会面临着 外汇管制 资本自由进出流动 受到限制的问题 所以能眼的建议是啊 如果你有大额的资金 在香港 要尽快的转到美国 新加坡等 更安全的国家 如果你想开户 目前呢 不建议到香港开 顶多呢 只能做一个资金的 中转账 而且现在有一种说法是 香港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 通过汇丰的高管 移花接木啊 都借给了中国使用 可能呢 就面临着收不回来的问题 这四千亿美元 是香港人的血汗钱啊 吃这么多年的家底 也是维持港币汇率 稳定的定海神针呢 那么一旦收不回来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保不说呀 港币和美元脱钩 可以说是大概率的事件 港币啊 已将出现血崩的效应 所以大家如果在香港银行 有账户的话 资金的储蓄 要尽量以美元为主 不要以港币的形式保存 目前来看呢 美国账户的安全度 和自由度是最高的 以前呢 以游客的身份到美国呀 都可以在美国银行开户 只需要你的护照和住址 就可以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呢 就可以收到邮寄给你的银行卡 而且还是像大通 花旗 美国银行 这样的大型银行 但是这两年呢 美国的开户啊 也开始收紧了 游客的身份 你很难在美国 开到这些大银行的账户 除非呢 你有美国的住址 有水电 煤气 等这些票据 你才可以在这些大银行开 否则呢 你只能在 你只能在开户条件 比较宽松的中小银行开户 比如说像国泰银行 华美银行 等这些华人喜欢用的中小银行 那么尽管这些银行小啊 但是它的监管都是很严格的 储户的存款呢 已受到25万美元存款保险的保护啊 基本上都是很安全的 存款达到3000美元以上呢 基本上也没有手续费 那么有些朋友一直就在问呢 如果人不能去美国 是否能在美国的银行开户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实前几年呢 在国内的很多 一线二线的中心城市里面呢 华美银行 国泰银行 等一些美国的中小银行啊 就可以进行开户 另一眼 介绍了不少朋友和中国的海外投资公司的顾问咨询 开户成功的有上百个呀 但是从前年开始呢 华美银行在中国国内建政开户的条件呢 就大幅度的上调了 就是要求有美国十年期的旅游签证 才能在国内开美国华美银行的账户 这样一来呢 华美银行的途径呢 基本上就被堵死了 因为有签证的很多人呢 他都给去美国 他不用在国内花钱再开 对不对 但是目前了 国内有些大的海外投资的基金公司啊 是可以帮你开户的 前提了 就是你必须购买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 说白了 就是买基金产品送开户这样一个性质 和香港的很多银行干的是差不多 其实啊 这些产品有些还是不错的 他们是保本型的 年化收益率呢 基本上在6%到8% 有的还要高一点 这两年呢 不少人呢 通过我的介绍来投资了这些基金产品 有的是房产基金 保单贴线的基金 很多销售的都是非常好 那么很多人现在呢 在追加投资 如果大家要详细的了解 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你也将会抽一起节目来专门介绍一下这些投资的基金产品 所以目前呢 要在国内开美国银行账户的话 只剩下国泰银行是还可以开的 在国内几个大城市呢 还是可以 但是条件也是越来越严 不排除未来呢 这条路也被堵死的可能性 所以有开户需求的 大家可以早点行动 很多海外开户的门呢 确实在一扇一扇的关闭 途径是越来越少了 另外啊 大家开户比较多的 就是亚洲的另外一个金融中心 像新加坡 香港现在的局势紧张啊 将很多的资金赶到了新加坡去了 新加坡啊 算是于翁得利啊 最近就有朋友咨询过能言 是否可以在新加坡开户的问题 能言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啊 新加坡的金融开放程度啊 也是可以和香港媲美的 比如像新加坡的新战银行 大华银行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言在三年之前呢 就和一帮朋友到泰国去 一些人就选择在泰国的大华银行开户 当然呢 这是新加坡大华银行在泰国的分行 但是啊 在泰国开户啊 需要泰国的长期的居住证明 如果在泰国你没有熟人的话 你是很难弄到这样一个证明的 因此你也开不了户 所以前段时间呢 有人问能言在泰国能不能开户啊 我就说啊 这个难度很大 在这里呢 顺便给大家提议一下 东南亚一些国家开户的情况 好了 开户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说到这里 不懂的话啊 大家私下的可以再提问 或者在能言的会员网站里面提问 还是那句话啊 选择是决定命运的 在1949年的时候啊 是选择难度还是北规 那么在现在啊 你是选择留在墙内还是墙外 不管你留的是肉身还是财产 可以说不同的选择啊 注定了你的人生不同的命运 这种选择的机会啊 不是随时都有的 基本上30年40年才会出一次 大多数人呢 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那么国家的一个小拐弯啊 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能言的会员网站 3w.财经能言的全评 所有的音频和文字呢 都将放在网站上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 发帖提问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订阅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